那我們現在帶來看 還有什麼是讓老子怒的呢 好啊好啊 好來第二個 說句話就爆炸 到底是誰有易怒體質 基本上先吧 我想以技術來說現在應該是你 我覺得 基本上啦 就是因為我老婆就是 務實嘛 摩羯座 那買東西呢 其實也不會買單價太高的東西 尤其衣服 她喜歡那種可能一萬塊 然後分好幾件這樣買的那種 已經放到 這是 不論天上 地上 牆上 不然我覺得很整齊啊 哪裡 你們是不是很整眼臭小孩 都要有折好啊 我想那一袋一袋黑垃圾 戴那個是垃圾還是什麼 那是衣服 那是衣服 那是要捐出去的嗎 沒有 戴整理中 對 戴整理中 對 其實她娘家還有八袋 對 這種尺寸 我有一個疑問就是 那你老婆的工作是什麼 職業家管 對 職業家管 他的衣櫃真的跟我們工作需要 工作服的一樣 是真的 衣櫃差不多多了 對 然後呢 因為其實基本上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們家 我曾經 我曾經真的有一年 我大兒子出生 大概那一年 我印象中光 三百六十五天沒有看過 他穿重複的衣服 除了睡衣 很好啊 他每天都給你新鮮感啊 對啊 好酷耶 他一直在維持你們的戀情 怎麼那麼用光 我的衣服就有新鮮感 對啊 對 然後呢 我就覺得奇怪 然後我開始覺得 我們家 我們家的這個空間 越來越不夠 後來我才發現 原來 他今天不論 小孩的衣服 都會包色 包套 然後現在有弟弟之後呢 包色包套又之外 弟弟也包色包套 因為尺寸不同嘛 所以你看他都會有一種 就是明明是一樣的東西 好可愛喔 然後這個只是冰山一角 可是他會不會這樣包套買 其實他是為了勤儉持家 因為這樣買比較便宜 我覺得不是 這是兩碼的事 他連他自己的衣服 吊牌都沒拆啊 他買到他自己吊牌 都沒拆啊 全新的 我昨天我是 隨便拿都是新的 我昨天凌晨四點 通過他跟我要的照片 我說那我去撈一下 我就進去 我那個衣服 對他爬 翻啊 真的就是一堆 就是沒有拆 然後直到有一次 我老婆就很開心說 我說你要買衣服 絕對沒有問題 你把舊的處理掉 不管你要丟 你要扔 你要捐都好 他說不然我來二手拍好了 他就開始叮叮叮叮 欸很聰明嘛對不對 對很好很好 後來他有一天就說 我清完了 我可以來買衣服了 我說那你賣多少 他說我賣了四萬多 喔很厲害 很厲害 等等 我說四萬多 我四萬多 那你一件賣多少 他說大概就五十一百啊 賣了四萬多 五十一百 那大概賣一卡車的便耶 我殺眼耶 我後來我 很多 大概四百多件 嗯 四百件 四百多件 這個我真的挺你 真的 你看 我就說我們很公正嘛 對啊 謝謝 對 該挺的時候 還不要緊 原來這個世界還是有良心的 怎麼這麼說 真的有點過多了 過多了 對 女生就是這樣 我覺得你們女生就很奇怪 就是說 你又想要問一些事情 但是問完以後 得到的那個答案 你馬上又會不爽 對 像之前呢 我跟我老婆 我們去巴黎島 對 巴黎島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們就是我們住的那個飯店 就是前面的海灘嘛 我們就在那邊走走走走 我說我跟你講前面啊 那個有一個很漂亮的bar 然後再前面一點就是那個什麼 炭烤海鮮有沒有 然後那個bar那個很漂亮 我們等一下趕快趕快趕在 差不多六點以前 我們去那邊 然後就可以拍到剛好那個夕陽 在海上面 哇 有夠美了 為什麼 你怎麼那麼熟啊 對 怎麼知道 對 你怎麼知道 我說 對 因為我們之前去 我以前去那個 參加甜蕾的那個婚禮啊 就在那邊啊 然後馬上一秒鐘這樣 你以前 跟誰 不是 那就是你很喜歡啊 就是這樣 我上網看 等一下 你是在其他位 對 你在 跟誰 你在凶什麼 沒有 不管帶誰 人都有過去嘛 是 對不對 那我的心態只是想說 我就是 我有一些很漂亮的東西 我覺得很棒的東西 我要跟你分享 對 然後後來好比方說後來又帶他 我們一起去香港玩啊 然後我老婆很喜歡吃那種 港式飲茶 我就說 那我帶你去一家 那個港式飲茶 是推車的 然後推車都是那種 傳統的那種 對 老伯 然後很兇這樣 然後你 但是很有那種 骨色骨骼的感覺 放上來的時候 還會滴兩滴出來那一種 單一丟 死不了了 死不了了 快點啦 然後就很有味道 他說真的假的 你好棒喔 老公 那你怎麼知道 我說因為 我都還沒有講完說 我以前是工作 還是我是打球去 我只是想說 我以前有去過 馬上 就不行了 馬上又會聯想到 我以前的 我覺得一定是 小花以前 過往的女友太多人 沒有 他在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都充滿回憶陶醉的樣子 對 而且是開心的 太開心 還有你講的時候的眼神 對 那有時候你們講話就是太白目 然後反而挑起婆媳問題 真的 對啊 真的 這最好的東西 真的嗎 我老公也是 我老公也很容易一秒暴怒 只要我不管講什麼 我開頭是 他就說 怎樣 我後面都還沒有講喔 他看完他就說 你爸媽 怎樣 為什麼 更勇氣 對 可是常常會講到吧 會講到開始有那個 你憤住了 他就開始有保備鏡 這個你真的要想想你自己 我光在跟你一起上節目 我就聽過你大概五六次 講你婆婆什麼 又被你兒子打 然後眼睛歪一邊 太多這種了 那是感情好才能講 對啊 而且真的很多故事 我曾經跟我公婆同住過一年 對啊 所以可以拿出來講十年 你現在為什麼要挑起這個戰爭 這樣也不行 不用擔心掌戰 像我有時候只是跟我老公 我有一次跟我老公講說 你爸媽他說怎樣 我說你爸媽的健保 是不是掛在我們這邊 我們底下 是我們在那個 在繳那個錢 在繳那個錢 他就說 怎麼樣 不對嗎 養爸媽不應該嗎 我說我出啊 我有叫你出嗎 什麼時候就開始一直講 重點你的事情 還根本沒講完 我都還不知道 你要講什麼事 我只是想跟他講說 其實你爸媽可以掛出去 回到新北市 他說 我為什麼我爸媽要掛出去 奇怪 我怎麼能夠跟我爸媽 他開這個口叫他掛出去 他根本沒有聽完 那你到底要說為什麼 對 我要說的是 新北市 現在已經65歲以上老人 不用繳健保費 對 他們全部cover 所以到新北更好啊 所以他掛回那個驅公所 或是他掛回那個 是不用繳任何一毛錢的 那他掛在我們底下 我們是要幫他們繳錢的 所以他的題目 就是你爸媽 他後面 他完全不想理解 對 就算我後面講說 因為新北市 現在有補助啊 或什麼的 他就說怎麼樣 我爸媽 你教我怎麼開口嗎 我現在要怎麼講嗎 他現在他就不願意去看 這個東西不是 這個東西是很合理的耶 可是這個一定有 一定是過往有一些 就是經驗上 我應該去講 因為他就一天到晚 你在他節目上面講他願 因為其實我也 講過超多的 我也遇過類似的狀態 就是因為 他不找他婆婆啊 以前我跟我老婆 就是跟我們全 我爸媽住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我爸有時候 後陽台抽煙嘛 然後就是那味道 會一直飄進來 他就說你去跟爸講說 不要在家裡抽啦 那因為我知道我爸就是 就是一個個性就是這樣 我說你也去點他 講過就是皮 然後我說 反正就是這樣啦 那我反正我們把門關起來 我已經講過了 那不然你自己去跟他講啊 他就生氣 真的有一天 打了一張A4紙耶 打下來直接 你叫A4紙 A4一張紙 打在A4上面 親愛的公公 求你不要在後陽台 繼續抽煙了 就直接貼到 我們家後陽台的門上 真的是有這樣子過 然後所以對於那時候 我就覺得 會不會有時候老婆 講到你爸媽的時候 我也會有一點點 擔心跟害怕 是不是 有什麼事 對 會不會有 不用 可是那時候我還希望 你能夠居中處理 因為要我出面是很難看的喔 是怎麼難看 你要叫兄弟是不是 給你一點餘地喔 讓你好好先 不要 楊浩如的親自 你要叫兄弟 你讓我自己出去講可以啊 你千萬不要 你千萬不要再開口了 說就輸贏啊 沒有 我真的覺得 夫妻講到彼此的爸媽 真的要很小心 可是你爸媽這三個字 真的很常會發生 我覺得他就是刺猬了啦 應該是因為 要不然就說 爸媽進步要搬出去 你站住啊 因為我們家有發生過 就是在今年喔 非常熱騰 而且就是 我們是老牧的那時候 因為老勇是宜蘭人 然後因為回宜蘭 掃牧非常塞車 所以他就說 那我們前一天 我們兩個人 先去住一個晚上 順便找喜歡的飯店 然後隔天一早去掃牧 然後他就說 那他媽媽也是當天 他會自己先回去 好 然後那天我記得我很忙 然後我就是收工 然後整個忙完 我就衝回家開車去接他 就準備前一天 我們要出發回去掃牧 在路上呢 我老公就說 那個你等一下要吃什麼啊 我就說我也不知道 那附近有什麼 他就說我媽說啊 那個我們可以去吃 哪一家什麼什麼 那那是一個快炒店 快炒店我很喜歡吃 在我們兩個 其實我很常跟他說 我們兩個人去吃快炒店 他就說不要 我們兩個怎麼點菜 我們頂多兩道菜 對 你就吃不下了 對 然後他那天居然說 那我們兩個人晚上去吃快炒店 我就說 他就說為什麼不要 我就說沒有啊 就兩個人吃 很難點啊 然後他就唱了一句話 反正我媽說什麼 你都說不要 有不要啊 這很重耶 當下我有 深吸了一口氣 然後我想說 不行 我要冷靜 因為如果我講的話 真的就會大吵 他有這麼想吃 需要想到 他繞這句話出來 他有這麼想要在 雪睡中間下車嗎 而且是有大動作 還沒有上坡 要再去拿等車 好 我就說 我會把你再去 我自己再走 你自己去掃牧吧 他就說你到底在去什麼 我有講錯嗎 我媽說什麼 你都說不要 我說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後他會給我講清楚 他就說沒有啊 我媽說要去吃那個 你就說不要啊 我覺得老公這樣 是在中間塞藍 對 塞藍 我們在進來 我吃去 媽有多說 我們是夾心餅乾耶 你們為什麼不想一想自己 對啊 其實你們就說 好啊 其實就也沒事了 你平常這麼要一吃快炒 你那天就去吃快炒嘛 對 奇怪耶 我們今天不是我們來 對啊 我們怎麼變劍拔 請去控訴 請 你們改單人要講耶 對 你不要改種 等一下 我們發明人來了 忍到人的時候就是這樣 忍到人 對啊 我們代表本人沒改過 奇怪來講就是我覺得 因為我老婆常講一句話 她說 如果她可以改變懶惰這件事情 這世界上就沒有懶惰這個人 她覺得她是懶惰的指標的第一名 所以你老婆也承認自己真的很懶 很懶 好啊 對 我覺得這沒有不好 然後但是我開始觀察 因為我們結婚七年了嘛 然後認識她大概九年的時間 我就說 因為她有了小孩之後 其實作息非常的不正常 可能就是會 小孩九點十點睡 她就一路摸摸摸摸到三四點 然後八點再起來去弄小孩 對啊 我老婆都三四點睡 然後睡到差不多十一點半 然後我七點半起來弄小孩 那小孩怎麼辦啊 是是這樣嗎 對 可是你可以不要讓自己這麼累的 你希望她更有效率 或是老公沒有幫上忙的時候 我們就會更累 她可能故意講給你聽的 對 她其實是在腮哀 就說我真的好累 我真的好累 可是其實 可是我覺得在場我們所有人都舉瞎 只有皓如舉起 對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也是這樣 但我懂她的那個意思 因為其實這樣子 她老婆身體真的會不好 要早點睡 就是她會為了她的老婆 自己精神也比較好 重點是身心靈啦 因為其實媽媽絞這當久 你會發現其實她 她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 時間排得很滿 小孩又音樂課 才藝課 各種課 然後自己晚上還要追劇 還要往上逛東西 最後其實她就會說 我為什麼要把自己搞成這樣 太酷了 然後我就要收拾她的情緒 對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是這個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的事情的安排 可以鬆一點點 沒有完美的媽媽 就是你要當快樂的媽媽 才會有快樂的小孩跟老婆 沒錯 就是也要完成自己的一些夢想 或理想 同時也要兼顧成就感 怎麼辦 聽俊彥講一講 我也覺得 謝謝 我們都很上進 我們就是除了顧小孩之外 我們也是很認真 學習努力工作 對啊 像我老公就是 跟他好像有點相反 我老公反而會希望 我要多花一點時間 在小孩身上 我每次跟他講說 我下禮拜又要怎麼樣 怎麼樣有點滿什麼 我們要找長輩來顧什麼 然後我老公就說 我覺得你就是愛工作 你根本不愛小孩啊 她說我覺得你比較愛工作 哪個媽媽不愛小孩 你不喜歡 她說你不喜歡小孩 你不喜歡照顧小孩 我都幫她出夏令營的錢 妳就把這一題拿出來想 因為我出夏令營的錢 是因為不想太多 對 然後你就可以去工作 對 我老公就說 你就是想花錢把小孩送出去 這也沒錯 是真的 你承認了 對 對 那你是因為你在工作當中 可以得到更多成就感 對啊 我覺得就是平衡嘛 有些東西我們就是交給專業的 是 就是訂功課什麼的 而且你那麼愛工作也是合理啊 老公那生活費三十趴 就一直不早 一直沒加工作嘛 對 這個 這個我也挺你了 我也挺了 我們現在從頭到尾都沒人挺的 就是哈孝遠 他今天越來越小聲了 你有沒有發現 他變小隻了 好像有點漸漸的 他看小工人就看到我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